苏热捆多了汉语 不耶得 半吉哈 木枯西哥哥 哥利 不沾太得 不喝 葱瑞 恭敬寒的 不耶 是身子 在这是亲身 亲 亲的 得 就是从 半吉哈 生的 木枯西 名字 哥哥 就是阿哥 哥哥 这个咱就不用翻译了 就是这个 我一个比较珍贵的 这么身份的 不格利 不沾太得不喝 又 嫁于 不沾太 又嫁给了不沾太 好 诸乐各 爱信汉语 仿德 从前 爱心国的时候 萨姆西哈 瓦尔卡 尔卡 尔卡 散居 散居的 这个 瓦尔卡 部落 索罗后的 到西非 他就进入了 这个 索罗后 朝鲜 索罗后就是 蒙古语 称这个朝鲜是 索罗后 然后 女真人 也是 索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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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赫 瓦尔卡 波 这个在朝鲜 边境上 扎尔卡 就是沿着这个边境 特赫 居住 居住的这个瓦尔卡 呢 被什么呢 被 诺尔哈赤 被这个苏热 捆都论汉 从瑞公进汉 背查 就是汉语那个排查 估计跟这个也有关系 他就去反查他们 排查他们 哥木 嘎吉 什么 都要拿回来 都要把他们索取回来 这么着呢 阿姆巴 你看古人一 万里汉德 比特 我心目不没 哈布沙哈 这个大明国 不能翻译成大汉国 要翻译成大明国 所以这个翻译呢 得要从当时的语言处境里头 去翻译 不能 把字典里头 你查查 你看 他有的字典 他说中国 他就翻译成大中国 那不行 这个大明国的 这个万里汉 要翻译成万里 帝 皇帝的帝 得 比特 我心目不没 上书 努尔哈士就上书 大明国的万里帝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他两者之间的关系 用上书来表示 他就很 很可以解释一些问题 不用打的头破血流 互相指责 到最后翻目成仇 用不着 你就看一看元档 这是里头 他说了些啥 就行了 哈不杀哈 那就是 就是诉讼 告状 之后呢 万里汉 万里地 苏罗后一汉 朝鲜的国王 当时女人呢 他称朝鲜的国王 叫 叫汉 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翻译 我们得要根据真实的处境 当时朝鲜没有皇帝 他叫国王 也就是说万里帝 对朝鲜国王呢 很多摸说 白插不菲 使他去排插 除了戈伊 扎兰德 过去的世代里头 过去的时间里头 撒姆西哈 五毒毒 扎兰伊 好 就是散居的 几代的 就是那个消失了的那些哈 瓦尔卡古 不要把这个瓦尔卡部落 你不能翻译成瓦尔卡古 要翻译成一个布 比较好 把他们呢 Soloho 和白插废 朝鲜国王就排插了 得听到这儿的时间到